当你的人生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了A 那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你选择了B 那会有什么结果 斗数盘来讲也是如此 它在整个斗数盘里面 会贴过不断的运线盘的运作 让你有不断不断的各种的选择 这就是所谓多重室室的概念 也是平行时空的概念 但是这个也是很重要很重要 改运的概念 这种平行时空的这种观念下面 怎么样才可以选出我们比较好的人生 那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候呢 因为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那当下这个时候 我们有没有机会 去选择比较好的情况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找到 对我来讲 真正让我觉得可以开心跟喜欢的生活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部电影 叫做骂得多重宇宙 这一部电影呢 是我个人从小 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很喜欢的一个明星杨之琼 他应该有机会啊 靠这一部拿到奥斯卡奖了 近几年啊 有越来越多的西方的电影 在讨论到多重宇宙的概念 或是平行时空的概念 那事实上呢 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呢 很早很早就出现在佛教的经典里 目前科学界的角度啊 已经开始去接受了 这种所谓的平行时空啊 或有多重宇宙啊 这样子的存在 我常看我的频道的人就知道说 我们之后提到说 未来啊 科学会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 开始去验证 这些佛学上面的概念啊 或是玄学上面的概念 那文明发展一直都是如此 我们会因为科技的进步 不断的去验证它 那它真实的存在的可能性 那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呢 我们会看得到说啊 杨子琼啊 他可以变出各种各种的角色的情况 然后呢 变出各种各种的样貌 那实际上不管是 骂多士你说这部电影 或者是还有相关的 其他的电影呢 在谈平时空的电影里面呢 其实都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 就是啊 当你的人生啊 去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了A 那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你选择了B 那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你选择了C 那最后会有什么结果 实际上呢 就斗数盘来讲 也是如此 它在整个斗数盘里面呢 会经过不断的运线盘的运作 就让你有不断不断的 各种的选择 那当你选择了A 你会得到不同的人生 然后A的这个路线里面呢 还会有下一次的选择 那你可以再选一次 所以它不断的一直在选择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最后的人群就会不一样 这个很像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 那种树状图的游戏 你从这边开始出发 然后你到了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 你选了往左边走 然后呢 到下个交叉路口 你再往右边走 一路的一直走下来 结果最后的人生就会不一样 这就是 所谓多重宇宙的概念 也是平时中的概念 但是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很重要 改运的概念 那在斗数盘上面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本命盘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说 千千万万不要只去看本命盘 因为当你看到本命盘之后 你的人生就没有了选择性 所以呢 在本命盘上面呢 你还有运线盘 每一个运线呢 在走到不同不同时间点的时候呢 它的心要会产生变化 它会跟着会转动 所以我会在每一个时节点的时候 我需要去做变动 好 那问题来了 什么才是啊 在这种 这种平行时空的这种观念下面 怎么样才可以选出我们比较好的人生 如同电影里面啊 那个杨子雄 他在经过不同不同的 这种人生变化的时候呢 他会去思考啊 他到底应该要 他有机会其实可以变成是超级巨星 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洗衣店老板娘 也可以变成是那个 手手像香肠一样的外星人 什么样的人生对他来讲才是好的 那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候呢 因为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那当下这个时候 我们有没有机会 去选择比较好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就指挥手术的角度来讲啊 我们该怎么去做选择 很多人呢 在做改运的时候 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好 比如说我的个性不好 那我希望我人好一点 所以呢 我就努力的去做一个 好像好人员的人 或者是说 我的常常在感情上挑错对象 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接受说 那我就不要要求 长得帅啊 我不要要求 胸不搭啊 我不要要求什么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 去解决这些问题 人啊在逻辑上面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我前一个男朋友 因为长得帅也花心 所以呢下一个呢 就找那个长得丑的好了 好 问题不在这里啊 问题是他花心嘛 所以你要挑的是不花心的 而不是能不能够花心的 那你要想 如果长得丑的也花心呢 是不是至少 找帅的花心 心情会上会舒服一点 长得丑的还花心 你心里多难过 我上一次跟朋友合作做生意 那结果呢 被朋友背叛了 那是不是就我接下来 对我所有的合作伙伴 都要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这是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那个 是A骗了你 也不是你后面认识的 B跟C跟D在要骗你 可是B跟C跟D 却需要去承担 A的这个责任 我们常常会掉到 这样的陷阱里面去 那也就是说呢 实际上啊 我们会不知道说 我们在人生选择上面的时候 我到底该要做什么 我做得到的 对我比较好的 譬如说 我希望像那个白冰冰 范冰冰一样漂亮 可是 我就是只有150公分高 我怎么整形也整不出 范冰冰的样子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找 另外一个版本来做 比如说 也许猜运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指挥斗数上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改运技巧 其实就藏在 很清楚我们的命盘里面 就是说它告诉你说 即便我们在多重宇宙的情况之下 即便我们可以去选择 比较适合我们的平行时空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去选择 不存在的或者是不可能的情况 那什么样子才是 我们有机会的选择 我们有机会去选择的平行时空呢 其实就在 那个 很少人啊 去注意到的三方式振里面 大家都知道说 指挥斗数盘上面会有这个三方式振 实际上呢 每一个工位都有这个三方式振 每一个工位都有这个三方式振 那很多人呢 在都会去误解说 老师啊 那我的夫妻宫如何如何如何 那他一直在讨论那个夫妻宫 但是他忘记了 夫妻宫其实是 从那个 官禄宫 夫妻宫的对宫 你在外面感情展现的样子 以及你的工作 你的日常生活 那官禄宫日常生活 那 你的福德宫 你对于 那个心灵跟精神的期待 以及 你花钱的样子 你生活的方式的样子 然后那个 迁移工 你在外面的人员状况 你这个人展现出来 给人家看到的样子 然后 这些东西组合起来 才会构成了 你对感情的选择 所以每一个工位的这个三方式振 其实啊 都代表了这个工位 如果他是夫妻宫 都代表这个工位呢 他真正被组成的样子 他绝对不会只有单一个工位 去讨论这个事情 这就表示什么呢 这就表示说 其实三方式振啊 就是你可以选择的平行宇宙 我要让我自己 我羡慕我的同事 哇 总是有很多的男人追他 行政节刚过 那个他办公桌上 满满的都是花 但是他可能短裙暴露 然后网袜 然后每天呢 那个上班的时候呢 开会的同时 同时跟十几个男人 在那个网络上聊天 那你做不到啊 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可是 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但是你又希望像他那个样子 这是不是有难度呢 那或许 你不需要像他有这么多的男生在追 那你可能只需要 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但是 你不擅长打扮 你不擅长跟人家沟通 你不擅长 如果人家约你呢 你也不敢跟别人出门 那这个时候 你不要说像他一样 有那个数百人的追求 你可能连一个人追求都 不知道该怎么进行 那你要改变你这个人生的时候 你去变成跟他一样 当然是做不到的 可是可以变成什么呢 可以变成你做的大部分 那这个你做的大部分呢 就是 也就是平行时空里面的 你可以做的选择 也就是三方式正 那 我在三方式正里面呢 当然 这四个工位组成了 主要那个工位 它的特征跟现象 可是啊 这也同时表示说 另外三个工位 其实本来也就是 我具备的特征跟能力 我本来就是我具备特征跟能力 那如果这本来就是我具备特征跟能力 那是不是说 其实我去扮演 我去我改变成 另外三个工位情况 那就会比较好 另外三个工位情况 就会比较好 那这个其实是 斗数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个改运的法则 去做自己做得到 但是呈现出来 或者是表现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很多人他在工作的环境上面 哇 口若悬河 然后呢 对人很好 对下属也很好 然后那个人气满满 但是呢 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呢 老婆不喜欢他 那个亲戚不喜欢他 然后小孩不喜欢他 那其实就是因为 他的命工跟填在工 可能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他的官路工很漂亮 那这个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够去把 在公司上面的生活态度 带回来到家里面 这样子呢 就是你的另外一种选择 那这样子呢 就会让你的生活 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那大家会比较开心 那人生当然就改变了 那个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说 其实 在平时工作部电影里面 大家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不管杨子琼 他换任何的角色 不管他换任何的角色 不管他是不是 那个手肘跟腊肠一样 不管他是不是巨星 不管他是不是 那个 那个 席店老板娘 整个电影里面 他换了各种角色之后呢 他所有的核心价值都是相同的 他的想法 信念 态度 跟对家人的感情 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紫薇斗树在告诉我们改运的方式 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那选择状况也许会不一样 可是你终究还是你 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个 让你的人生过了更好的环境 或者过了更好的宇宙 但是你的初心可能是不变的 让自己在我们的平时空中 去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出来 而紫薇斗树呢 就是古人流传下来 让我们知道 这么庞大的平行宇宙的机会里面 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时空 对我们是比较好的 他告诉了我们一张清楚的地图 透过三方式正的选择 透过运线盘的轮动 我会知道在这个时间节点里面 我的感情上 我至少有四个宇宙可以选 我的工作上 我至少有四个宇宙可以选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找到 对我来讲 真正让我觉得可以开心跟喜欢的生活 谢谢大家